不要吹上手 好 然後咧 你還問然後咧 這不是在比賽嗎 芹菜炒花枝跟番茄蛋花湯 這個基本上在我們節目 都可以五分鐘做好菜的內容 所以我們現在三站呢 就用15分鐘來完成它 非常合理 所以這邊備料 能夠省出越多的時間 他們又可以精挑 能夠精挑細選的 把他們的菜調整得很好 更完整 你們第二站等他們 然後盡量不要我們謾罵 快啦 不會 盡量用基因模式 我們用眼神 有點兇 沒事 不好 他的備料很快 壓力好大 不會啦 其實如果忘了 他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就很快 好 複製貼償 隔壁會示範 好 芹菜炒花枝番茄蛋花湯 分工賽準備 計時刻 兩邊都不一樣 一樣 一樣了 一樣了 很進出來了 這是什麼 有沒有這個聲音 穩穩 你怎麼了 折腦布 以後還是要安全 他的手速真的很快 等一下 不要差不多 要亂丟人 差不多 好 穩穩的 不要擔心 番茄對 對面拿什麼 你就拿什麼 開始燒 雞皮膜 對方 去地頭 都很利 都很利 還是要注意 穩穩的就好了 對 安全低 對面熟悉 你不要浪費太多 你不要浪費太多番茄 頭 OK 對 穩穩的就好了 還是一樣注意安全 比想像的好 其實 對啊 不錯 以後很好 可以 可以 好 以後多了幾兆拿手才好 好 我以後會招數也太快了吧 宣不浪 那都太難了 不要 不要看傻眼了 以後 慢慢接 不要接上手 好 好 然後咧 好 你還問然後咧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不是在比賽嗎 有 有跟上了 對 沒錯 跟上 對 小心手 不管了 不要亂切的 不管了 切小塊就好了 對 小塊就好了 但要切平均 對 平均 這個不要 雖然你是不是有點驕傲 沒有 我感受到了 我們來比賽的 你來示範的 他在切花枝 你幹嘛切番茄看的 還要番茄顆花 先看起來看 對啊 先看起來那個 因為他知道 昨天很快就離開他了 對 快了 感覺花枝比較難處理 對 比較有技術性 對 花枝就考驗真功夫了 可以 會自己要好欣欣 可以 可以 小鐘哥都鼓勵你 你不是只會包水餃而已 真的 對 我覺得你 我覺得你可以嫁了 真的嗎 可是我沒有想嫁 是這樣子嗎 他剛剛有教你怎麼切嗎 胡師傅 有啊 我切錯了嗎 沒有 沒有 你都是對的 好 胡師傅 我要講看法了 這樣子嗎 你看對面怎麼切 這樣子 他切太快了 你應該 太大塊了 沒有那麼大 太大了 炫耀再切一次了 你可能要看一下 你停機看它 對 你先看它 那我等一下好像把照出來 隔壁 看清楚 方向 方向看清楚 對 要細一點 太粗了 對 再來 再看 鞋片的部分要 沒有錯 沒有錯 應該知道了吧 應該要做 可以了吧 剛剛應該看得出來了 你趕快切 我覺得你應該快來不及了 沒有 等一下洋蔥是不是要炒嗎 對 對 鞋片 對 這樣子 對 稍微小了一點 可以再大一點點 更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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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刀 更好 你們兩個用到五分鐘耶 已經做了五分鐘 你們兩個要快熟了 最後三分鐘 那個 你跟張翠龍大概只能做四分鐘了 那 用燙一燙 燙燙 那是燙燙 對 切得很好耶 對啊 你們兩個都要鼓勵好不好 對 我用兩片就好了 好 不要了吧 夠就好 可是時間上那種可能不太夠 不要這樣想 我覺得這裡真的滿像做示範 你看大家都要往這邊看 對啊 沒有 因為我們會其實等滿久的 慌了 可以喝咖啡了 好啦 我覺得兩片就夠了 那片不要切了 好咧 切花枝真的 夠了 可以嗎 可以 好 快 快 接料理 準備 一樣 你們兩個先過去 這湯應該可以的 對不起 沒事